大家好,我是Vivian 今天给大家推荐外焦里嫩好好吃的椒盐小肉垂 食材有鸡翅根 鸡蛋 姜蒜 花椒 姜葱香芹 小味料有黑胡椒 白胡椒 料酒 生抽 糯米粉 盐 玉米粉 首先将香芹切粒 接着取一撮葱绿切成葱花 剩下的切成葱段 生姜鲜片片再切丝 最后准备蒜末增加蒜香味 接下来开始清洗鸡翅根 清洗后加入香葱姜丝和料酒10毫升 然后静置半小时去腥 泡好后捞出空干水分 后续需要过油 最好用厨房用纸吸干表面多余的水分 接着就开始准备制作小肉垂了 先从骨头一端开始 用刀尖沿着一周将皮肉从骨头表面剥离 由于表皮比较光滑 在这个过程中小心不要划伤手指哦 剥离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 接着将鸡翅根立起 握紧前端 沿着骨头的方向向下挤压至中段 最后一手拎着骨头的前端 一手握紧肉垂向下一滤 完美的小肉垂就成型啦 接着开始准备腌制 撒入少许盐 加入生抽10毫升 加入料酒5毫升 白胡椒2克 接着加入姜姿蒜末 香芹和花椒 添加香芹末不仅可以去腥 还可以增加蔬菜清新的香味哦 反复用手按压可以更好的入味哦 继续腌制半小时 味道更加浓郁 腌好之后取出 清理掉姜丝花椒等 接着将糯米粉和玉米粉 按照1比5的比例混合 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蛋液 最好将蛋液过滤一下 使之更加细腻 接着开始准备给小肉锤裹上衣裳 先在粉中打个滚 然后包上一层蛋液 最后再去粉中打个滚就可以了 小肉锤等着下一步变装完 接着先准备浇盐 开小火倒入黑胡椒5克 白胡椒3克 盐2克 烤好后盛出备用 接着准备炸制 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第一遍炸至油温5成热即可 这个阶段油温不可过高 切记低温慢炸 否则很容易炸过头 且内部不容易熟 如果油温过高 可细火冷却后再进行 小肉锤开始慢慢变装了 炸至约5分钟左右变色后捞出 水分可以煮上烤 静止片刻带水分进一步蒸发 接着进行复炸 油温6成热 微微冒烟即可 这个阶段要高温快速翻炸 上色 而且可以使外提更加酥脆爽口 翻滚吧小肉锤 炸至约1分钟即可捞出装盘 小肉锤金灿灿的铠甲好诱人啊 撒上椒盐就可以享受美味啦 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添加辣椒面 孜然粉也很不错哦 椒盐小肉锤上桌品尝啊 外焦里嫩真的好好吃啊 你能一口气吃下几个呢 不妨来试试吧 好香哦 一般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我要怎么改进嘛 姜和蒜我都给它弄成绒 我买的那种小容器就是给它擦绒的那种 这个好好呀 我说应该去卖了 我可能已经打工了 嗯嗯 偷点看 偷点本事 这种家常的做法 我就是不工人也能做了 不吃几个 吃吧 不吃啊 你不会再吃两个钱呢 我们的风格就是 还要把俩人夸上去吃 这里吃 这唇现在一下变成了光棍了 嗯